俄國跟中國本來就是最高等的戰略合作夥伴嘛 然後中國跟北韓似乎也有某種關聯性的連結了 那當然北韓是過去以往 就是在俄羅斯跟中國之間的擺盪取得最大的利益嘛 那之前其實是跟俄羅斯要比跟中國要相對要好很多了 2015年的時候是俄羅斯同意北韓在他的境內進行核子試驗 所以北韓基本上跟俄羅斯在一起 不過最近有一些轉變 你看到九月份的時候 北韓的官報就講了 他們從未提供給俄羅斯武器 未來也不會有提供武器跟彈藥 似乎好像也在跟俄羅斯之間 對烏克蘭戰爭有一點撇清 那二十大的時候 當然大家觀察點是他的 勞動新聞啊 還有韓中社特別對二十大的報導非常詳盡 而且速度非常快 要有別於以往 連南韓都覺得這是一個很漢見的事情 甚至於你剛才談到的說 北韓跟習近平的賀電往來 甚至於談到說現在的國際局勢 是錯綜複雜變化很快 所以俄羅斯 中國跟北韓是友好的鄰居 甚至於是一個戰略要合作 加強團結的這樣一個說法 當然看起來似乎好像是各自各自一碼事 其實你把它合起來看又像是一碼事 當然北韓跟南韓的問題 中共很難去介入去插手 但是某一個問題是北韓是針對誰 針對南韓日本跟美國 那日本跟美國 又是要聯合抵制中國的 所以你看得出來好像似乎是單獨一件事 但合起來又是兩碼事 當然他在二十大的時候期間 十四號發射了五百六十枚 十八號他又給你發射了兩百五十枚 在東部海域跟西部海域啊 當然韓國一定跳起來嘛 說違反你的那個919的軍事協議嘛 那大家都在觀察你為什麼這麼不乖 在二十大期間你發射 但我覺得金小胖會這樣做 某種程度上中國不會不會說完全都不自信 就你北韓怎麼打都不知會我一生 我覺得基本上是有是有知會的 那北韓的動作當然也越來越大了 那最近美國也在關注北韓 因為甚至於聯合國都在關注北韓 他的第七次的核四 可能都已經事先的工作都已經完成了 那最近包括美國智庫的戰略 這個戰略的一個智庫裡面 他們都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在新埔船廠 新埔船廠北韓的新埔船廠哦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底下的一個網站裡面 PO出來這張相片 然後就衛星的探測 在新埔船廠裡面的 有很多的頻繁動作啦 有很多的頻繁動作哦 那頻繁動作裡面 我們主要是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是八二四八二四是什麼 他的彈道飛彈潛艦 彈道飛彈潛艦 當然八二四在那邊動作非常頻繁 大家在判斷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是不是開始要試射新型的彈道飛彈 當然試射新型的彈道飛彈裡面 淺色型的彈道飛彈 那威脅性 當然淺色型的威脅性會相對於高嘛 因為他是在水面底下 幾乎衛星都很難抓得到 不過你回過頭來看啦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發射潛射彈道飛彈 落到日本的 經濟海域裡面哦 他是第一次北韓的飛彈 第一次經過日本的航空識別區 所以那一次也是引起非常大的緊張啦 那現在他們所謂的是不是羅密歐大集改造 以後叫做新浦西 新浦西級的潛艦 其實這個潛艦呢 呃 嚴格上面說 是落後型的潛艦 那他只有排水量只有3000噸 他的導彈可能最多2到3枚左右啦 如果你要比起俄羅斯的北風之神 他是兩千兩萬四千噸 他可以帶16枚的洲際飛彈 那美國的二亥二級呢可以帶24顆 那中國最新的洞九四是12枚哦 就洲際飛彈 所以他相對是小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去關注這件事情呢 因為呃 潛射潛射的 呃 彈道飛彈 他有時候他的發展是在水中飛行一段時間以後 然後要出水面的時候那個速度 你以巨浪來說的話就呃 洞九四配的巨浪2A或3的話 他一出來以後 他的速度可以到達2.9 將近3馬赫的速度 當你接近的時候 接近的地區浮出水面的時候 其實你的防禦能力 你的預警時間會被縮短 那北韓跟南韓又這麼近 所以如果他你一旦潛射型到了一個很近的海域 你一面突然發射的話 其實衛星的捕捉是瞬間捕捉是有困難的 尤其是冷發射 冷發什麼冷發射 他是用蒸氣把你推上來 根本沒有啟動那個發動機 一直到脫離水面以後 燃動發動機以後 快速的就奔向目標 哦 所以這一個對南韓裡面的 他們的既定計畫 計畫是一分鐘要偵測到了 然後幾分鐘之內要完成完成軌道判斷 然後大概六分鐘之內要完成選定 選定他的武器 然後二十五分鐘要完成 但是你這樣子的話 他的一分鐘偵測時間就不足了 所以他有一個強烈的危險性所在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去關注北韓 因為你彈道飛彈 基本上彈道飛彈的話 大體上他都可以配戴核彈 配戴核彈 你比如說美國的2R2是三叉級 那北方北方制成二國的是圓錘 那你那一個中國的洞九四的話 他配的就是巨浪 那基本上潛射型的彈道飛彈 他都可以去裝設核彈頭 核彈頭裡面又帶有分彈頭 所以大家會在乎在乎這一個北韓的動作 那北韓呢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國家嘛 你現在俄羅斯的戰爭裡面 烏二戰爭裡面看起來俄羅斯是不妙嘛 不妙到要動用核武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當俄羅斯陷入一個困境以後 那北韓對中國的態度就積極的轉變 就像剛才所說的 你那個二十大的報導比以往的還快 他大概以前都是要等到你差不多落幕的時候 整個明確以後他才開始報導 不是他十八號就大幅的報導 甚至於文件也登 甚至於未來的討論目討論議題什麼 他全部都登了 這是一個對中共示好 再加上雙方裡面的賀電的往來裡面的說法 又形成一個要彼此合作的一個狀態 那很清楚就中國打算在俄羅斯這一部分陷入了一個狀況以後 他跟北韓在亞太地區似乎想要合作來對抗美國日本 他們的聯盟在亞太地區去對抗 所以你說金小胖他不斷的在發射導彈啊等等的 讓讓這個中國一直也不吭聲 其實我相信中國是樂見北韓跟美日之間產生一些緊張關係 跟南韓產生一些緊張關係 紓解這個美國特別去對中國的壓力 但是美國呢現在對於北韓你看他的B1B已經從美國直接飛到了關島 十八號的時候已經抵達關島兩架B1B B1B基本上他是戰略轟炸機 他是可以帶核彈頭戰 然後你十月三十一號到十一月四號 美國跟韓國又有一個聯合空中訓練的軍演 那要出動的飛機高達F35A F35B F15KF KF16以及F16 高達兩超過兩百四十架的飛機 要進行軍演 那B1B呢是不是尾隨著聯合一起軍演 因為他是一個長城的戰略轟炸機 他可以帶核彈頭也可以什麼他對北韓的威脅性會相對的大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美國跟南韓 甚至於日本在聯手上面也不僅是對抗中國 也在現在積極的在防止北韓的衝動